公费流感疫苗10月5号正式的开打 有许多民众都想抢债 第一时间来接种疫苗 花莲市卫生所一大早就挤满了排队的人潮 卫生局长朱家祥则是呼吁民众 可以不用急着也不用害怕 因为花莲县的公费疫苗施打涵盖率 高达27% 高于其他的县市 他相信符合资格的民众只要在期限之内 都能够顺利的接种疫苗 109年度的公费流感疫苗 在10月5号正式开打 花莲市卫生所一大早就有许多长辈前来排队 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就完成接种疫苗 来提升自我对抗病毒的能力 我们是想早点打比较安心 因为发现每次好像都晚一个月 9月份天气变得好几个人感冒了 很多人感冒 所以我建议以后我们是不是考虑9月份就开始打 今年看到那个广告 我们就想说赶快早点去 要来打妈妈太太我 还有小孩早打完早好了 破莲市卫生所从上午8点开始 就开放民众领取号码牌 依许施打疫苗 短短没多久时间 150个名额就已经额满了 卫生局长朱家祥则是呼吁民众 可以不用着急也不用害怕 他相信符合资格的乡亲 只要在期限之内 都可以顺利完成接种疫苗 那目前来讲我们花莲县所分配到的疫苗数是9万只 那9万只针对我们的乡亲 32万7千人来讲 我们的涵盖率它是27% 那这个27%的数字远高于全国的25% 所以其实我们乡亲能够这个疫苗接种的人数 会比其他的县市来得多 那今年度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对于打疫苗这件事情 是变得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相信这几天这几天尤其是今天 我们很多的医疗院所就有很多的乡亲 来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 但是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乡亲 其实不用急不用慌不用怕 那我想呢只要你在那个11月中之前 应该到医疗院所应该都有疫苗可以接种 而今年公费流感疫苗的施打对象 包含了6个月以上18岁以下的学童 以及50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而卫生局也鼓励民众可以先向合约院所预约 并且确认疫苗剩余情形后再前往 才能减少在现场排队等候的时间 记者许立琴花莲市报导